人民他可以做一个判断 等于你在台湾遇到那些大学生 他都可以有不同的意见 可是这种不同的意见 有一个先进的条件 都能够说出来 让大家听得到 这个才是最重要 我跟你有不同意见 我只能搁在心里面 那很糟糕 对不对 他一定要能够讲出来 然后让大家都听得到 所以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作为一个中国人 怎么样才算是一个中国人 他不是从一个道德动机 我们举办奥运 百年难得抑郁 这个中国最伟大 对不对 大家一定要支持奥运 这个是道德动机 两个中国人 在街上碰到一个外国人 其中一个跟他吐口水 要打起来 然后你不分亲口 能无照摆 你帮你的中国同胞 打那个外国人 这种不叫民族主义 对不对 怎么可以欺负我们中国人 你明明两个人 你这样只有一个人 对不对 这个属于情感上的 道德情操 的民族主义 道德动机 民族主义 或者怎么样才算是一个中国人 是文化的认知 对自己祖国的文化历史 有一种尊严的自觉 什么叫尊严的自觉 好的 坏的 我都知道 好的 我们不是拿来炫耀 要令它更好 坏的 我们检讨 反省 不要动不动 你批评中国人 批评中国政府 批评中国文化 就说你不是中国人 文化认知 它有一个基础 必须从一个理性的角度 而且必须从一个比较的角度 跟西方文化 跟别的文化 做一个比较 为什么中国人有一些行为 跟人家特别不一样 这都是文化的问题 所以刚刚你谈到两岸 那个文化认同的问题 这个才是今天中国 这个所谓海峡两岸 这个互动最重要的 就是必须要靠这个文化的交流 因为大家都是使用中文 大家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可以讲 你根本这个 这个种族 你知道台湾都是闽南人 闽南人讲的话是古汉语 跟我们广东人一样 你们北方人讲那个普通话 还差得远 我告诉你 不晓得为什么 这个官话变成国语 变成普通话 大家都要讲 广东话跟这个闽南语 是古汉语 所以你唐诗诵词 如果你是台湾人 你是闽南人 你用这个闽南话来背诵那个诵词 它是比较压怨的 我告诉你 我早两天看到这个公民党 有一句口号 叫做好在重有公民党 一个口号错两个字 他们大概以为广东话不能写的 那么对音就可以了 每个都是这么写 重就写人中那个重 你们可能 MSM或者你们 send message 都是写这个错词 有得写的 是轻重那个重 重有 重有 是那个重 OK 这个是这个point 广东话的特色 就是它音声多 意义丰富 古汉语来的 是吧 闽南语都是 台湾人叫个老婆叫什么 知道不知 去台湾 你们停下听不到台湾 我上次娶到台湾老婆 我都会认识了 吻南语 台湾人叫太太叫什么 叫conchill 牵手 你都会认识 你都会认识了 台湾老婆那些 恶劣粗鲁的一面才行 牵手就是执子之手 与子戒怒 诗经啊 李登辉 李登辉 老臣在在 老人家一言而为天下法 台语叫做流闲济济济 这个是很文雅的 大家对那些语言文字有点 比较敏感一点的 好在众有公民党错了个众字 还错了个在字 那个是好彩的 好彩 转音转成个在字 你明白吗 这样来的 你问问一个广州来的女同学 可能她会比较清楚一点 我想介绍她们读一本书 叫做月欧 广东话全部写得出的 不好意思 真的 写不出那些 是你自己发明的那些 因为广州讲的广东话 跟香港讲广东话都有分别的 因为我们教了很多 就是嗨 你写个嗨字给我看 真是恶疼 你写个疼字给我看 是吧 所以这些是文化认知 OK 不要经常以为中国人 啊 中国很强大 经常都自己 经常要中国强大 又不知道 怎样令到中国强大 是吧 只得个港字 是吧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今次去台湾 你看到真的 香港 台湾 大陆 它有个文化的差异 大家可以看到这件事 但这种文化的差异 其实 它不是很严重的 它有很多共通的地方 对吧 就好像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 就已经是一个 中国人 有文化差异 最好的例子 对吧 但有些呢 就不是文化差异 它是认识的问题 OK 认识的问题 是技术的问题 很容易解决的 所以 我们比较年轻的人 他的思想会有个转变 因为他认识不同了 他慢慢思想转变 那些又不是传态 而且是他认识多了 他分辨的能力又强了 是吧 于是 他对那个是非的判断 又会比较确切一点 所以我 听完大家讲完之后 对我来说 都是有些启发的 这次的选举 其实我看到一点就是 我自己的感受就是 因为 我们看了台湾这些选举 看了二十多年 当然我有很多 每次我都有些 神德 就不是叫深德 这些所谓的新德 就是新的德着 累积下来 就对我们去 所谓 争取民主 或者坚持 这个民主政治 在香港要全面 得到实现 是很有帮助的 当然 今天因为时间的问题 我没有办法在这里 一一和大家去分量 希望将来有机会 大家都有我卡片 如果有Facebook帐 你可以传讯给我 那我又会 有时间 我又会回答你 我又欢迎大家 如果大家有兴趣 对于两岸关系 有兴趣的 那你又可以让我 小组 三几个人 大家聊两个钟头 都可以 没问题 这次我看到 最重要 我自己看到 可以从思想上 思想潮流 就是台湾 在这次选举之后 那个变化 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 不是从功能的角度去看 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相当大的转变 这个转变 究竟会带来什么影响 我们需要有时间 看马英九上台之后再看 是很清楚 台独这八年是没可能的 这八年是独台 台独和独台 两个字 一样 意思完全一样 独台就是中华民国在台湾 中华民国是一个 组权独立的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治中国大陆 中华民国是统治台湾澎湖 这和两长时代 那个一个中国是完全不同的意思 刚才提到一中国表九二共识 一中国表九二共识 八个字是两岸的共识 不是一岸的共识 这是九二年在香港两会会谈的时候 大家觉得一人都让一步 总之最重要是一个中国 你说你是中华民国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家就是没底组的 这个就像基督教那种预言政治 就是该杀的物给该杀 上帝的物给上帝 它又不会是一种斗争 这个其实当年我觉得是两岸发展的一个重大契机 内河被李登辉一手破坏 因为他提出两国论 接着就令到两大陆海协会和台湾海基会 那种所谓事务性功能性的谈判 在九六年开始就停 这次我觉得是有机会两会复谈的 它不是讲政治 讲明是事务性功能性的谈判